太可愛了吧 口界溝通 好第一站 那我們就先來吃午餐啦 我們今天吃的是 壽豐香一間叫和天爺餐廳 壽豐香是以前日治時期的一名村之一 所以它有留下很多很有味道的日式老房子 那和天爺就是其中之一 它是以前台唐糖廠宿舍去改造成的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吃飯吧 GoGo 現在餐點選擇蠻多樣化的 那它有簡餐、披薩、義大利麵跟鍋物 那我們今天點的是 夏威夷跟七十三重做披薩 那還有一個是白醬、海鮮、義大利麵 我們現在就趕快來吃看看吧 它的披薩我們覺得蠻特別 是龍眼木去燻烤而成的薄皮披薩 對 那它的披薩也有很多口味可以選擇 大家可以跟金萌好友一起來 然後可以點很多不同的口味分著吃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下一個景點吧 GoGo 六點花蓮受風度假庄園 是一個全新的豪華露營區 位在花蓮溪與海岸山脈之間 名副其實的硬山傍水 花東縱骨一覽無一 庄園主打的是豪華懶人露營 不用大包小包也不用攜帶裝備 就能體驗奢華露營的樂趣 這裡有洛宇松池畔的水上Villa 還有多種特色露營車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豐富的體驗活動可以參加 像是SUP、賞金等等 詳細內容以官網為準喔 我們也會把連結放在下方資訊欄 最後最重要就是吃的部分啦 豆點也有提供一博四十的服務 主打吃當季、吃當地 隨著季節變化的無菜當料理 讓你每次來都會吃到不一樣的美食 詳細介紹我們會在下一支影片分享 不想錯過的話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次來花園旅遊 我們選擇到當地租車自駕 省時又方便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中租租車 中租現在有一個活動是放大你的五倍券 也就是說你拿五倍券來的話 1000可以折1100 3000可以折3500 5000可以折6200 超級划算 那詳細辦法可以到中租官網查詢 我們也會把網址放在下方資訊欄去看 雖然現在疫情逐漸虛 但是中租一樣防疫不馬虎 站內一樣會提供酒精消毒 那站員的話也會全程攜帶口罩 定型的涼體無溫 在出車之前也會再重新消毒過一次 大家可以安心的來出車唷 好我們現在來到吉安慶修院 它是以前日治時期移民村興建的一個部教所 是他們以前的一個心靈寄託 那所以這裡就充滿濃濃的江戶風格的日式建築 那我們現在趕快進去看看吧 Go Go 我們要來洗手燒 先來洗手燒 洗手燒咧 洗個手 怎樣 等一下 對 稍微用 一撕一撕一下 然後洗手燒 然後下一個人又 又導覽了 日本文化的神社非常盛行 所以大家會誤以為這邊是神社 這邊不是神社 這邊是佛式 那怎麼區分呢 看門口處有沒有鳥居 我們沒有鳥居嘛 所以這邊不是神社喔 這個很多後面的佛式 它是說八十八尊 是當初建造的人去四國島上面 八十八座廟所去請回來的 一個佛像代表殿廟 就是建造的人的用心養苦 你許 人嗎 兩次少一點 訂閱破 一萬就好了 好 有感覺耶 吃什麼嗎 吃蠟蠟 我們可以去吃香腸了 我愛吃 老闆要三隻 三隻刀粉 好 三隻這樣都到齊了 謝謝 來 請學麻 到香草全世界就有出 不是 您這輩子都不要吃 好多隻喔 對啊 哇 妳要不要當香腸 香腸 他要吃片全台各地的香腸 不對 他也喜歡吃香腸欸 很好吃欸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台開心農場 它是一個免費的景點 不要門票 裡面有養很多小動物 那有馬呀 山羊 山羌 還有梅花鹿 梅花鹿 嗨 好像在叫躲啊 喔他 你是什麼 海報啊 我覺得這種有柵欄的比較好耶 因為我之前 去小琉球的時候 那邊它是可以直接走進去的 可是那個 我們在衛食就很怕它直接 一直太熱情 我覺得這邊有柵欄還不錯 孔雀欸 可以 可以 要把那個恐懼溝通 我被它吐了 山羌 好可愛喔 我們去餵食吧 她叫花花 她是白馬王子 欸她出舌頭 欸她的牙齒好了 欸呦 感覺她是不是就是要 美白牙齒啊 謝謝 喔她 喔謝謝 喔 太可愛了吧 欸 欸 欸 好溫柔的感覺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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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兔子欸 欸 欸這讓我想到那種國小數學題 那種 兔子跟 雞同龍 球幾隻腳 你手要過去 啊 你小心 不行嗎 她真的會咬我 她真的會咬啦 你不要 你好棒喔 對啊 見過大風大浪的 小鹿咧 好可愛喔 好 那我們台開新農場 就到這邊啦 它附近有很多周邊景點 像是 貨櫃的星巴克啊 新鮮堂樂園 威秋美城 那這邊蠻適合推薦 就是大家可以花一個下午來這邊 悠閒的逛逛 對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自己除了介紹花蓮的必吃美食 跟必去的景點以外 重頭戲就是來幫大家開一下花蓮壽風鬥點度假公園 它是花蓮的一個全新豪華露營區 這裡還有游泳池跟SUV可以玩 是不是聽起來就很厲害咧 那我們就趕快帶大家去逛逛吧 好